我的巴黎举行啊 场上的观众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几乎是场场爆满的 无论是A组的比赛还是B组C组的 有的时候连我们工作人员都很难进到场地来 对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阿斯白江选手德卡尔 这个选手脾气急啊 急性啊 所有的动作都这么快 对 看来如果是慢下来可能还很难成功 对 这就是他个人的这个训练啊和参赛的习惯特点 对 118公斤成功 这位选手是1983年6月2号出什么选手 从目前的整个的女子75公斤以上的世界情况来看 那么主要有三到四位选手是出类拔萃的 对 那么首先是俄罗斯选手还是李娜 另外呢像我国选手周露露 还有一位选手孟苏平 再加上韩国选手张美兰 那么其他国家的选手应该说 与这四位选手目前的比赛成绩来看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从今天的报名成绩来看呢 最高的是中文选手周露露 是315公斤总成绩 而最低呢才只有260公斤 所以这个级别同组就相差了50公斤 对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是奥佩洛格是萨蒙亚选手 大家对萨蒙亚有印象 应该是07年的萨蒙亚举重世界杯赛 世界杯赛 对 当时也是中央电视台直播了一些比赛场 对 诶 杠铃没放稳就忘记了 是 这位选手参加了09年的世界主动紧张赛 当时的抓举成绩呢 是120公斤 是排在了第四位 这位选手是今年的太平洋运动会的 这个级别的冠军得主 当时抓举120公斤 这位选手在09年的世界赛上 也是120公斤开靶 也是第一次试举没有成功 他以往的抓举最好成绩 曾经起来过126公斤 是在去年的太平洋地区的成人举重紧张赛上 现在我们就看到场上的观众啊 确实是已爆满的 几乎是每天的比赛 每一场比赛 都有很多观众到现场来观看 这个主动比赛 已经是并且被一年鼓劲加油 这个场景啊 以往无论是托尔奇的安塔利亚 还是韩国的高洋 还是07年的太国清迈 我们都没见过这么多的战争观众 他几乎是长场都爆满 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巴黎在主动市场赛的历史上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冲办 市场主动指标赛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观众啊 有一定的观众基础 有一定的观众基础 对 就是大家对举动的 还是有一种这个热爱和喜欢 对 另外呢 法国呢 毕竟是现代奥运会的一个 发起人顾白蛋的假象 对 他的这种 这回 这个动作今天好像没有做完 对啊 正像你刚才讲到的 刚才是往回拉杠铃 杠铃位置有点靠前 他往回滚一下杠铃 没滚的杠铃挺稳的时候就开始发力 这一回杠铃倒是稳当了 他不稳当了 这位选手呢 是今天参赛的九位选手当中 体重是排在第二位的 是128.04公斤 画面当中这是 阿斯拜疆选手 阿斯拜疆的 阿斯拜疆的多卡尔 应该说整个前面的比赛选手 还是很顺利的 对 到了这个 萨米亚这位选手呢 应该说连续的试局 要给他两分钟时间 并且我们看到他是否能够把 第一次和第二次试局的失败的原因 能够真正找到 那么在第三次试局当中呢 能够一举成功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在男女共有13个级别 已经结束了比赛 共打破了三项世界纪律 而都是在女子的比赛当中产生的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萨米亚选手奥佩洛格 第三把 120公斤 现场的观众都开始给他鼓掌 对 希望他这次能够成功 希望他在反驳 留下美好印象 而不是留下遗憾 对 哎呦 这个在举重比赛当中 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 我感觉他不是没这个能力啊 嗯 如果是没有这个能力呢 也可以降低开吧 对啊 现在我们搞不太清楚 他为什么今天的三次试举呢 就这样轻松的失败了 实际 当然这个队员啊 自身的身体有什么状况 我们是 对 对 用不清楚 我们想呢 无论是 呃 运动员还是教练员 都希望在比赛当中呢 能够完成比赛动作 能够取得自己的成好成果 现在杠铃的重量上到了一百二十一公斤 出场的是阿斯拜疆选手 多巴尔 他的第三把 应该说 这位选手呢 第三次试举啊 呃 的失败 与他的这个 出场 整个前两次 我们都可以看到 太急了 就这个动作也好 各方面是否 真的准备好了 嗯 有一定关系 对 实际上从这把拉铃来看 他是有这个实力 对 呃 应该说是很有这个能力 对 但是就是说太急 嗯 没有一个稳定的过程 是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亚美尼亚选手 霍尔苏德阳 他的开把重量一把二十五公斤 有一个趋身 给了一盏红灯 对 评告一下 嗯 中间裁判 现在呢 场上九位选手已经有五位选手结束了抓击的比赛 还只剩下四位选手 那么这四位选手当中 有两位选手都是一百二十五公斤开把 呃 乌克兰选手可能调高了自己的开把重量 那么主要是这两位选手可能在争夺 如果正常的话是争夺第三第四名 对 那么中国选手周露露和俄罗斯选手卡什里纳呢 应该说今天这个金银牌 是特别是金牌的有利争夺者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中国选手周露露啊 应该说在抓取方面还是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对 但是呢 这还要看临场发挥 看他的整个比赛的成功力 现在出场的是乌克兰选手克罗布卡 克罗布卡的开把重量一百二十七公斤 这位选手是今天 这位选手里体重最大的 一百六十六点六公斤 三百三十斤啊 真是身大力不亏 这把对他来讲简直感觉太轻松了 对 应该说中国选手周露露啊 按照现在目前场上情况 将有三次试局呢 就要出场了 周露露的开把是一百三十五公斤 对 那么在比赛之前呢 我们到了后场 跟中国教练员也进行了交流 那么对这场比赛 如何打法和战术安排 应该说已经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那前天晚上呢 马洛光主任也提出啊 这次我们在女子举重的比赛过程当中 在指挥上有一些保守 有一些保守 所以马主任要求这次 在女子七十五公斤上级周露的比赛当中 我们胆子要大气 对 这样很可能是在周露第一次失去以后 那么今天周露露的千号是九号 最后一位 对 千号很不错 对 而卡什里纳呢是一号 那么我们在有了成绩以后 很可能紧跟着卡什里纳 要超过他开把 超过他开把的重量第二次 好我们来看亚美利亚选手或者苏德阳的第二把130公斤 这选手进步真大呀 他以往最好抓紧成绩是一打23 哎呦 哎呦 受伤了 伤了 脱举了 可能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去年土耳其市场赛上亚美利亚的那位男选手 当时也是一个动作做完之后 也是亚美利亚的男选手 很可能是走关节脱举 对 我们希望后面的选手不要认为 因为他的受伤呢会影响整个比赛的进程 中国选手周露露 如果还好 可能后面后场准备活动区的选手呢 他们这个 这次我发现他这个后场的日升区啊 没有那个现场的电子屏幕 对 他只有一个 他只能看到成绩 他没有一个现场那种比赛画面 他们看不到前场的 所以现在后场这些选手 应该是不知道前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这也是在举重比赛当中会发生过的 就是一年受伤这种可能性的 去年也是大级别男子选手亚美利亚的 当然那次亚美利亚那个选手失误啊 出现问题是因为家中人 没有把这个杠铃这个锁子锁紧了 他举起来之后有点偏 一侧的杠铃片开始往下掉 一滑掉 他两侧力量不均红之后 一下导致他的骨折 但是今天这个亚美利亚这位女选手 或是苏泽扬 自己的动作上肯定是出现了问题 对 出现这种情况 大部分是由于技术动作 对 的原因 而并不一定是重量的问题 我们希望这位选手的伤啊 不要太严重 对 但是呢 可能今天的停举比赛 没法继续了 这是肯定的 包括还有一把抓局 可能要放弃了 那么这样的话 场上呢 我们看一下乌克兰选手 预报的第三次市级的重量 第二次市级的重量 是 131 131 乌克兰的克罗布卡 那么这样 很可能呢 中国选手周露露在乌克兰选手 克罗布卡举完这一次呢 马上就要出场了 对 从现在的这个重量情况来看 是这样 呃 现场的电子屏显示 亚美利亚选手黑赛了 确实出现这样的伤情的话 后面的比赛是没法继续了